我摸的貓 10隻中至少有6、7隻 是出現了問題的 但貓我可以告訴你 牠很認得的 牠不會告訴你 牠不會讓牠的動作 我生病了 但如果我們幫牠做按摩 將牠全身的肌肉放鬆 加速牠的血液循環 我們會幫助到 牠每一個器官 都能夠確保牠帶的養分足夠 可以減輕牠很多病發 身體不需要那麼多苦楚 貓貓通常很難按摩 一般都不是放鬆 是治療性 胰狀、呼吸 其實都會消化系統 主要人不領略到牠的毛病 但當牠到腎有事 會腎炎或撒血療 才會帶牠去看醫生 去到我們的時候 我們只是幫牠舒緩一下 讓牠的症狀不要急劇惡化 按摩的原理 是針對特定月位、肌肉群和關節 透過不同的按壓手法 達到鬆弛肌肉 舒緩關節炎症和改善血液循環的效用 和人類的按摩原理相近 主人也可以針對不同病徵 按摩貓貓身體不同的部位 例如是想改善消化不良的問題 要按摩這裡 改善腸胃不適 就是按摩這裡 都是在說前幾個禮拜 牠是報後貓 三歲 多明顯的就是 牠已經不能走 牠一歲的時候買回來 在衝物店買 已經感覺到牠的腳 不是走得很漂亮 但牠沒有即時拿去給醫生看 直到現在三歲 牠突然走不了 沒有胃口 有些抽搐的情況 醫生已經照了MRI 知道牠腰椎中的第十一節、十二節 都是移了位 有骨刺 牠來到又失禁 我看到牠很痛楚 我們也要哄牠很久 所以在濃度 出來了 還有很多油粒出現了頸部位置 如果再不整牠 頸部會直接影響到全身走不了 因為牠已經出現抽搐 如果再不幫牠按頸部位 其實牠很容易後小腦中風 追間盤 總之我們就算按摩 不能大力去按 我們就是按脊椎的旁邊 只要我們給牠血液循環 把骨刺移回去 不要頂著神經線 一邊教牠一邊做 做了一小時左右 都很神奇 牠已經走得非常好 這就是我們後天 我們如何去保養牠 令牠不要惡化 你去交給治療師 其實貓不開心 因為貓是怕陌生人 但唯獨是主人抱牠 可以抱的時間是最長的 主人這就是優勢 我為何會覺得 有需要這個講座呢 就是當日我看到主人 雙眼都充滿淚水 牠們很無助 其實我相信很多貓的主人 都會出現了一些無助的情況 但有時帶醫生到太遲 如果我們認識的話 當你一按住 你知道牠有事的時候 你會敏感到牠有事 牠會跟平日不同 可能你在家做四至五次 你才再給治療師做一次 那貓才能活得開心 正所謂預防勝於治療 不想主子受苦 動物平台即將舉辦的 貓咪按摩網上講座 分享會就適合你了 兩個小時的網上講座 ADA會透過理論講解 示範和實習環節 令你可以掌握貓貓的身體結構 肌肉糞泡 血液和淋巴系統循環等專業知識 學習貓貓按摩的手法和技巧 上完課就當然要把握機會問證 機會難得主人更快報名